第六课 名字和人 第一部分 课文 汉族人的名字大都有某种含义 它一方面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最早的祝愿 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地预示着一个人的未来 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 因此命名就显得格外重要和严肃 名我们可以选择 而姓却是无法挑选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再加上汉字的谐音特点 姓和名之间有时就很难协调一致 我们也就能经常听到一些不能仔细去想的姓名了 人们常说人如其名 这也许是巧合 不过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例证 比如 吴静就是其中之一 和他的名字一样 吴静是远近闻名的急性子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都急急火火 慌慌张张的 难有安静的时候 一天晚上 一个街坊 隔墙告诉他一个口信 说他娘家有事 让他明天回去 还能等到明天 他连灯也没顾得上开 三下两下穿好衣服 摸索着抱起孩子就上路了 他嫌大路远 就走冬瓜田旁边的小路 心里着急 脚下也急 一不小心被瓜藤绊倒了 小孩也摔到了田里 他急忙向四周一摸 摸到孩子一把抱起来 又慌慌张张的赶路了 一进娘家的门 吴静就到灯下 看孩子摔伤了没有 没想到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 抱来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大冬瓜 娘家的人也急了 他的弟弟连忙找来灯笼手电 和他一起到冬瓜田里去找孩子 可是找来找去 连个孩子的影子也没有 只找到了一个枕头 找不到孩子 无尽急地哭了起来 拉着弟弟向婆婆家跑去 到了屋里开灯一看 小孩睡得好着呢 只是床上少了一个枕头 第二部分 选择正确答案 根据录音及其问题 在A、B、C、D四个答案中 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 一 姓和名之间有时很难协调一致 我们也就能经常听到一些不能仔细去想的姓名了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名字 二 无尽是远近闻名的急性子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都急急火火 慌慌张张的 无尽出名的原因是什么 三 心里着急脚下也急 一不小心被刮藤绊倒了 小孩也摔到了田里 他摔倒跟什么没有关系 四 他们到了屋里开灯一看 小孩睡得好着呢 只是床上少了一个枕头 他们看到了什么 五 这几天的天气真是变化无常啊 谁说不是呢 女的是什么意思 六 外面刮风下雪的 你还出去干嘛 你不出去 我也不出去 我们一家喝西北风啊 男的可能去干什么 七 真没想到 老宋竟然喜欢流行歌曲 这就叫人老心不老 女的感到奇怪的原因是什么 八 你们看这条新闻 造纸厂的工人 炒了他们厂长的鱿鱼 这很正常 改革开放了吗 男的觉得什么事是正常的 九 请问 现在三年期的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点八 调低了两个百分点 女的可能是什么人 十 没见面的时候 心中有许多话要对他说 真的见到他了 却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你说怪不怪 没错 女的说自己见到那个人时 是怎样一种情形 十一 不是常说不能以貌取人吗 你别看小强留着长发 其实他一点都不坏 了解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说话人是怎样评价小强的 十二 天气这么好 你带雨伞干什么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三 我们去三号窗口排队吧 那里人不太多 五号也可以 再好好看一下 六号窗口人也挺少 不过我看都比四号窗口人多 男的觉得哪个窗口人最少 十四 哎 你看 这么薄的一本书 竟标价十三元 看书的人真的买不起书了 是啊 我差不多有大半年没买一本书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五 中国的足球甲级联赛是怎么了 就说上周日的比赛吧 泰山队主场竟被广州队一比一逼平 上个赛季的冠军大连队也是主场和四川队握手言和 说话人觉得上周日的比赛怎么样 十六 都怪我当时急着去办别的事 没仔细挑选 看走了眼 你呀 干什么都三心二意的 男的是什么意思 十七 现在都说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我看未必 就说三八妇女节吧 我们每人发了一瓶猜喜镜和两袋喜衣粉 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就别不知足了 你们好歹还有个节日 可我们有什么 女的为什么生气 十八 安居工程 本来是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 而办的一件大好事 可是 你看这房子 能让人安心吗 现在的工程质量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安居工程的目的是什么 十九 老张 昨天我看见咱们办公室的小李和一个姑娘在商店买东西 谁给他介绍的 你什么眼神啊 那是他搞艺术的弟弟 我昨天也见到他们了 他俩昨天看到什么人了 二十 小赵 我向你推荐一本好书 苏菲的世界 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太好了 谢谢你 小孙 不过 你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 你是不是有点太热了